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幅度的一个放量 2311亿 那么港资方面的净流出不是特别多 这个卖了9.4亿 那刚才说的大盘是缩量下跌 那么上证方面的这个上证50是跌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底部 那么背后的原因呢 一方面是这个周晚 美国这个按照预期加息了之后呢 短期 透过这个美元值 美元这个强势 使得这个其他货币走弱 令到这个当地的一些资本市场呢 都是有一个应急式的一个下跌 那么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全球这个经济啊 进入到一个下行的一个确认周期 那么市场呢 这个恐慌情绪一下子这个伤开 那么领跌的板块呢 包括这个银行 建筑 医药生物 大基建 那么基建方面呢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前期这个涨幅过大之后的一个回吐 那么领涨板块呢 传媒计算机通信串投 那么 现在目前呢 市场还是担心一个问题啊 国内一个经济到底要怎么发展的一个原因 那么就这个指数来看 2450亿然是持一个越往这个位置靠近 这个安全边际越高的一个看法 那么影响这个大盘的几个消息 再来说一下 一方面呢 这个美与联储方面走完这个加息的时候呢 市场预期的鸽派态度啊 这个看起来有点这个橙色比较弱 有点不及预期 那么鲍威尔呢 更多的是持有一个要继续这个关注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 来对他未来的一个美联储是否加息呢 做进一步判断 并且重申了这个与特朗普方面执政呢 有一个相对独立性 不会屈 这个屈服于特朗普方面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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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一些言论方面的一些影响 那么的 那么呢 也是有提到明年预期呢 加息两次 那么这个加息两次呢 是从原来这个三次啊 减到两次 那么这呢 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趋势上这个美国经济已经脱离了这个高紧气的一个高紧气的一个通道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的一个载息啊 实际上是一个回落 回落的一个表现 那么也反映这个市场上对于美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担忧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中国国务院金融发展委员会呢 下午是早上召开会议 那么是提到了 再次提到了要这个减少对于交易的一个行政干预等等 那么这一些呢 有望呢 对后面这个油脂炒作带来进一步的一个提振 那么此外呢 央行方面呢 早上是继续释放这个流动性啊 七天跟这个十四天啊 加起了这个1500亿啊 那么是为了应付这个跨年流动性紧张问题啊 那么有两个大的新闻呢 一方面是啊 昨晚的时候呢 央行决定这个创设啊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啊 那么实际上有一个变向降息 那么这个等等一下会具体说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支持这个小微啊 民企贷款呢 增加这个再贷款再贴现1000亿 那么今年呢 这个做了好几次啊 这个再贷款再贴性 那么也是符合啊 之前呢 这个大会上说的 在这个经济下行为遇到一些外力的时候呢 啊 将会采取一些啊 逆周期的一些啊 因子啊 一些做法去这个评议啊 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流动性风险 其他一些风险啊 那么现在呢 也是说到做到啊 那么期望 期待后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啊 政策出来啊 那么下面呢 是对上面这个几个相信息的一个结论啊 首先一个呢 现在是不是就是要维稳呢啊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大 就在中 下午呢 出出了这个金融发盘这个委员会之的消息之后呢 实际上券商股啊 已经是在这个啊 带头这个这个护稳啊 这个啊 维稳这个护盘啊 那么近期呢 啊 这一天应该是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期间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个大的主力资金也在这个场外 场外这个盯着啊 那么大家可能市场比较关注了是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就请有一些什么新的 有一些什么这个核武器啊 会出来啊 如何去救这个经济啊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现在大家啊 权在了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基本上呢 都是从这个加大基建部软板啊 这个降税减负啊 以及这个所谓的房地产这个楼市放松呢 这样三个这个啊 三个 三条路线去想 那么实际上呢 啊 啊 如果未来 我觉得如果有超这个预期的一些政策 更多的应该是落在这个企业方面的降速降税减负 那么这一块呢 啊 这一天应该会有啊 那些重磅的新闻出来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啊 你就比较容易让到这个超跌之后的市场形成一定的一个反弹 啊 所以呢 这个位置啊 不会看得特别的淡啊 那么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啊 汇率的一个贬值压力 有望阶段性的缓解 啊 那么这个主要说的是 上面的这个啊 中期这个借贷便利 啊 那么啊 实际上呢 现在这个 虽然说美国加息呢 短期啊 令到这个中美稀差呢 又在这个啊 收窄啊 那么令到这个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啊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离岸人民币呢 汇率贬值也知道了 但是呢 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来看 啊 中国这个做这个中 定向中期借的借款便利 实际上的一个利率啊 是要低于啊 这个普通的MLF 啊 那么也是 啊 这样 那么 这个这个程度 敢这样做呢 也是基于这个中国判断啊 这个美国啊 至少在未来几年呢 经济将会加进入这个下行通道 那么长期的一个稀差来看的话呢 就不存在进一步这个说载的一个可能性啊 所以呢 也是比较自信跟胆大的一点 那么这一块呢 我觉得啊 成不成是呢 还是要看他这一次这个工作会议呢 究竟要怎么救到这个市场经济啊 能不能救 救不救 救得了啊 那如果啊 救得了的话呢 那么 那么一切是顺理成章啊 这个事情 这个市场呢 也会很快会见底 那么 如果做不到的话呢 那后面这个人民币贬值压力啊 会更加大啊 那么 这一块呢 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会议啊 大家可以啊 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 好 那么 说到这个重点之前呢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 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呢 这个上证50啊 这个指数啊 是国内的 很多交易员 包括这个分析师啊 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权重指数 它的走向呢 代表着未来这个 A股的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去留 好 那么 今天呢 是一个放量 好 那么 跌破了这个10月份啊 以来的一个底部位置 好 那么是跌破了这个位置 呢 大家可能啊 一下子这个恐慌情绪就释放出来的 那么 主要领点呢 就是今天的这一些银行板块跟这种板块 那么 后面呢 啊 如何维稳呢 这个指数啊 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 啊 一个 一个看法 那么 短期来看护指呢 还是啊 进一步看2500点的一个支撑啊 那么 相信呢 啊 要 一旦这个跌破2450啊 这个负面影响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倾向于会有一定的维稳啊 出现 那么 再来说一下 今天这个银行股跌啊 我的一些看法 那么 消息面呢 啊 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串利 定向这个中期借贷便利 以及 昨晚的这个啊 美国方面美领求加息 令到这个亚太市场呢 今天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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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下跌 特别是日本啊 至今也是啊 这个跌进了熊市 那么 可以看到了 今天几大这个行啊啊 跌幅呢 都比较大的 并且呢 是一个啊 跌穿了一个啊 一个一个盘整的一个位置 啊 那么 说回这个中期所谓的一个借贷便利呢 一方面呢 从过去啊 只能借一年 然后就要考虑这个流动性呢 现在是啊 借完之后还可以再借啊 那么 一下子去到这个三年啊 那么 另外呢 就它的一个啊 啊 一个降 一个利息方面呢 实际上呢 对比这个普通的MAF来看的话呢 是要低于那个 是要更低的 有一个优惠的一个啊 息率 那么 这呢 实际上是相当于一种变向降息的一个做法 啊 定向调控 那么 从过去呢 降准的这种量的控制啊 的的确确呢 是更加在乎这种价的一个控制啊 那么 这个价呢 又分在这个中 中 跟这个短期的一些不同的一个取舍 啊 那么 在这个 昨晚美联储敢加息这个的前夕呢 出了这样的一个变向降息的一个做法啊 那么 实际上也是很明显的表明这个国内啊 啊 中长期是明显抗空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 并且呢 有一定的一个自我 自我这个经济恢复的一个能力自信啊 所以才敢去做这一步 那短期呢 尽管说人民币有扁息压力 但中长期的话呢 啊 这两国的逆差啊 这个国在西差呢 难以进一步这个说载的情况之下呢 啊 那 那人民币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呢 贬值啊 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 那么 这样呢 可能会反反过来利好这个国内啊 那么 现在这个外汇是稍微啊 有一个啊 我觉得不错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 后面还是要看这个经济到底要怎么这个维稳啊 这个钱怎么落到这个企业手中 那么就这个定向中期这个这款便利呢 因为一便宜的话呢 这个加上NPA的一个考核啊 那么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让钱呢 是流注到这个啊 市场里面的所谓一些企业手中 但是呢 这个中小企业的资质啊 银行又是这个不得不看的一个点 那可能钱去到一些大的一个所谓民营企业 但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还是啊 吃不到这个钱的话呢 问题还是比较大 所以呢 这样引发了一个思考啊 就是在过去呢 一些顺周期下的一个银行监管指标啊 是比较延的 甚至超过一些国际标准的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调整啊 那么啊 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呢 我觉得机构外资呢 态度是非常神圣的啊 那么先卖了 先估了这个货啊 那么啊 博弈这个政策到底会怎么做啊 那么啊 另外一个呢 也是做了一个一手准备啊 一旦这个啊 金融指标下调的话呢 那么作为这种事件啊 大家用同一个标准看的一些银行股啊 的一个估值啊 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一个下调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下跌啊 啊 一下子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个理解的 好 那么这个上面提到各个没有持有啊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